好的 我们马上连线特业评论员陈冰 陈先生您好 你好 以色列前总理沙龙去世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对于他的评价是天地之差 您是如何来看待 不要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这对老冤家 就是放在世界范围内 人们对沙龙也难有一个定论 如果担就个人的生命体验的话 那么可以说他这一辈子是经历无数 从军到从政 战争到和平 战士到总体 屠夫到英雄 真可谓是金风多彩 尤其是最后八年的昏迷岁月 这个吃炸蜂蜂的人居然甘愿躺在病床上 忍受煎熬 只是对安宁的叛逆 还是对生命的正爱 无人知道也就令人唏嘘 那么看待沙龙就看你站在什么样的立场 如果你是民族主义者 那么他就是英雄伟大的包围者 如果你是世界主义者 那么他可能是屠夫麻烦之道者 如果你是和平主义者 那么对他千半生的血雨兴风的反感 而对他最后几年的银派变成歌的这种举动产生好感 如果你是好战者 那么正好相反 对他的千半生充满了敬仰 而对他的当总理事下令三方面的行动 撤出加上表示不解 说实在除了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 能给他精卫风铭的评价以外 其他国家的人 无论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 对他都是无为达成 一言难尽 在这一条东西 在俄附网上 在俄附网上